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请林谦 首颜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注南投路股 清水邮局发生抢案 抢匪手持刀卸进邮局行抢 邮局经理在挣脱时还头部受伤 南投路股清水邮局 抢劫画面曝光 当时抢匪穿全身黑 戴着半肇式安全帽 左手拿汽油瓶 右手拿开山刀 一进到邮局就在柜台前面挥刀 接着就从邮寄小窗口钻进去 和里头的刘姓经理对峙 追逐过程经理被砍伤 最后趁续逃出去到外面呼救 抢匪没有抢成功 又回到了邮局柜台前 泼汽油并且点火 瞬间冒出火光 接着抢匪立刻上车加速落跑 出人家划 你划说 台湾抢一下 我们在出去看的时候 台湾已经跑出来了 目击民众拍到抢匪驾驶黑色进口车 踩警油门从邮局落跑 焦花的他还把前后车牌盖住 想要躲避电眼茶器 但逃亡不到三个小时 就在日月潭九龙口落网了 远警便宜都出动 将进口车团团包围 并拔枪戒备 驾驶座车窗摇下 抢匪的双手被远警牢牢抓住 一边克斥他下车 趁他不注意 警方马上将人拉下车压制 抢匪被制服在地上 带回离亲 案发在26号早上接近10点半 警方初步了解 抢匪是一名43岁的黄姓男子 南投入谷清水邮局 是一人邮局 平常只有63岁的刘姓经理 在办公室内 剩下的都是邮务室 抢匪依次在犯案当天 一早就到附近敞看 他说他刚才吃车很奇怪 因为我靠着两个案而已 会扯两次 你不能激怒他 你就直接就是按那个 没有声音 但是就通报警察 黄姓抢匪抢劫一人邮局 却没抢到半毛钱 就纵火烧邮局泄愤 还砍伤人 犯下重大抢案 却抢了一个寂寞 能够那么快抓到抢匪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当时邮局经理 被砍伤逃出来呼救 隔壁热心夫人 马上拿手机拍下整个过程 这段民众第一手目击 抢匪逃跑的画面 成了南投路股清水邮局抢案 迅速破案关键 没抢匪啦 没抢匪 早起来 快点 打一一人 邮局隔壁是清水社区活动中心 抢案发生时 原本里面有三四十名的长辈 听到流行经理出来呼救 老人家都跑出来 甚至有一位阿姨特别热心 拿起手机记录 把抢匪的犯案车款 拍得一清二楚 黄信抢匪驾驶的进口车 虽然把车牌盖住 反而变成明显特征 警方对比前后路段的监视器 就查到了车牌 沿着行车轨迹逮到人 而抢案唯一的伤者 63岁的刘姓经理 在案发当下也相当激进 刘姓经理的头部和背部 都有被刀划伤的伤口 当时他一看到 游人在柜台前挥刀 就马上按下了警报器 但抢匪拿着开山刀 试图压制他 经理二话不说 拼命逃 最后着到了机会 逃到邮局外面 路股清水邮局在2018年8月18号 也曾经发生过抢案 当时被蒙面抢匪刑抢了50万 本来要逃往大陆 最后在桃园机场就被逮捕 抢案后隔年 邮局就多加装了两支监视器 不过当时邮局还有两名职员 在上班 这次只剩下一人看守 警方初不了解 黄金抢匪犯案动机 因为投资失利 才会准备汽油桶行抢邮局 一定没想过 隔壁社区活动中心 成了他狼狈落网的关键 政治焦点继续来看 蓝绿要抢下立法院政副院长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再出招 天天电话接到手软 争夺立院龙头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手握拔票 蓝绿私下争相拜托 他一不做二不休 一切公开透明 想选的自己来拉票 继四项国会改革诉求后 柯文哲再出招 国民两党迅速接求 我受到正式推荐 成为民建党推荐的 院长候选人 主要他们欢迎我去的 我会去拜票 国民党的韩江沛也表态 韩国瑜说愿意释放最大诚意 撇开外界留言纷扰 前往拜访沟通在野伙伴 寻求合作团结契机 江启臣也重申 承诺愿将副院长一直优先礼让民众党人选 如果韩江沛没有院长 自己会果断退出副院长选举 跟韩国瑜同进同出 看到要搭公车的柯文哲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先冲上去 蓝绿立委再是善意 只是国民党没韩国瑜就免谈 韩江要共进退 柯文哲也不给自家人跑票空间 这种重大投票没有团建团住 抓到一次就开除党籍 你的立委资格就没有了 会用适当的方法 让大家都知道他投了谁 抛开连日各种投票揣测 被扣上小蓝小绿的帽子 柯文哲再把没用的巴席 扭转为关键少数 TVBS新闻董又俊 陈胜文 林平 SN小组台北报道 而游席坤今天上节目被主持人追问 如果没选上院长是否辞去不分区 来看看游席坤怎么样 你没有选上院长 你还是要赖在立法院里 我确定讲 你何必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跟这个主持人吵架 水牛伯立法院长游席坤也发火了 Joyco在节目上狂问这一题 双方各职一词 气氛相当火爆 如果你没有选上院长 你是阳存立委 你要不要辞职 让年轻人进来 不要以儿传额 那个是我要决定的 你辞职了 王一传有机会进去 这不是事实吗 两人一吵 超过20分钟 仍僵持不下 Joyco狂追问 没选上院长 是否要辞掉立委一职 游席坤跳针式 讲了多达70次以上的 以儿传额 我没有以儿传额 我到底讹了什么 不要以儿传额 你羞辱一个主持人 我讹什么 不要以儿传额 我拜托你 我没有 牛嘴长不出呛牙 我没有 我只是问这个问题 我想不要生气 生气会老 你才生气 我没有生气 什么叫以儿传额 Joyco不断飙高嗓音 没想转移话题 游席坤嘴上回呛不够 搭配手势还多次 总监表情相当无奈 我现在必须要在党团 完成程序 你要我讲几遍吗 假设性的 那个因为还没有到 我有信心会当选 两人就这样吵到下了节目 只是就算游席坤 没当上院长请辞 第一补的是名列13名的 王振旭非王毅川 这也让当事人相当傻眼 任何人的进跟退 都不会影响到民进党的席制 所以讨论谁进谁退 这样的课题 其实是蛮无聊 不想混入战局 意思就是游席坤 不管辞不辞 都跟他没有关系 TVB新闻无愧 立法院研究室抽签 韩国瑜抽中高嘉瑜的研究室 不过这间办公室的委员 已经连四届都没有成功连任 而且他还跟死对头黄杰 在同一栋 立法院青岛二办公室 也被称为是迁王 因为怎么说呢 包含这一次 没有成功连任的 立法委员高嘉瑜 前三任立委 也都是当一届就结束 那么这次的韩国瑜 也是抽到这间办公室 更巧的是 和死对头黄杰 还在同一栋 会说是死对头 也是因为两人 早已在高雄市议会交手 同栋不同层 看来见面机会高很多 而立院青岛二管 3506号办公室 有个都市传说 第七届民进党余天 第八届台联邻世家周倪安 第九届国民党柯志恩 和第十届的高嘉瑜 都没有成功连任 风水之说 我自己是不相信 是建议韩国瑜真的不要动 我已经经过很多的思考 才能够打造出这么一个 已经毫无缺点的一个办公室 如果要改的话 我是建议可能粉红色 是不是适合韩国瑜 魔咒说高嘉瑜不信 那星科立伟呢 有的人注重通风 也有的人在意楼层 就是希望不要在地下室 因为你说地下室连那个叫外卖啊 好像外送可能会找不到之类的 我来立法院只去过一个地方 就是地下室 因为那之前都是会去拜会 江启臣委员 所以自己的印象就很喜欢 江启臣委员的那一层楼 不知道为什么 就可能习惯了啦 当然很希望有机会就到地下室 地院研究室分布在中心大楼 青岛一二馆 中心道楼的研究室最多 青岛一馆还被视为是风水保地 出过多位县市首长 2020年还创下区域立委 全数连任 因为我不想要离那个一楼太远 要等电梯 等很久 不过虽然抽签结束 立委间还是可以互相交换 而韩国瑜将代表国民党 竞逐立院龙头 成功当选 办公室也将换到院长室 地区区人刘一辰 陈生同学专业区 台北藏不到 而民众党24号的感恩餐会 网红馆长跟爱丽莎莎都到了 只是民众党强调就是 感恩餐会不是尾牙 而且强调有邀 蔡碧如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来 那这样的意思是没有收到邀请是吗 这个 这敏感问题 让蔡碧如前后尴尬 五秒钟才吐出真言 说了这场没被受邀 就是民众党24号晚间举办的感恩餐会 包括网红 馆长 爱丽莎莎 还有直播主丁特都到了 但自家人蔡碧如竟然不知情 这让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妻子陈沛琪不满 认为这根本就是感恩餐会 为何要被扭曲成尾牙 民众也强调感恩餐会 主要是总统大选部分 邀请对象为中央党部 进办智库及民间友人 并非尾牙 这场餐会也早已透过 LINE通知蔡碧如 绝对没有落高 蔡碧如委员 她因为她有挂一个 中央的这个创新创业委员会 她是特殊委员 是有邀请她 也许因为一些原因 蔡碧如委员可能就 不方便前来 不过的确是有邀请的 这是不是双方有爱 但这场感恩餐会 除了在中央党部以外 中部将在27号登场 另外还有南台湾 以及新竹场 至于同样没被通知的李友宜 以及知情但没出席的陈婉慧 则是被列入2月4号的北部场 结果昨天 结果的入民搜寻是 民众党委员 很奇怪 这个 我们先知我们是输了一万 结果每天证问结果 我看也没有公主骂 奇怪 不要拿那个一点小事情 然后就在无限扩大 党已经陆续的办理 各地的感恩茶会或餐会 那届时各地的区域立委候选人 都会参加 科粉科A空站 一场茶会 酿成党内茶壶内的风暴 TVB新闻牛陈云轩 台北仓报道 另外赖清德也持续的展开 谢票之旅 今天都待在嘉义跟台南 下午到回台南必败的 台湾守庙天坛祈福 回到娘家台南 新任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下午直奔 台湾守庙天坛参拜 因为这间天坛 对他来说有重要意义 每逢遇到重大事件 赖清德回到台南 都会先到守庙天坛参拜 像是去年新春祈福 赖清德也到天坛发福袋 董事长当时就许愿 台南再出一个总统 而这次总统大选中 外孝佩在台南 拿下50.95%得票率 居六都知冠 成功以总统当选人身份 回到本命区 台南出了第二个总统 你觉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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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他的心量坚持 谢谢 感谢全国乡亲的支持 参拜结束 晚上还要赶到永康举行感恩餐会 26号一整天 赖清德和肖美琴 都待在嘉义台南 上午现身嘉义线餐会时 被问到总统府秘书长人选 两人小额不达 关于人事布局不好说 也不多说 外界点将风声四起 就看谁能结榜出发 再来看总统府的农联春联 已经开放让民众索取 不过因为罕见有现任 及即将就任的总统挂名 让府方的春联特别抢手 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 赖清德撒笔 小心翼翼 回到问题 眼神人没离开签名物 只有怕一个闪神 签歪了 但这些都还不是赖清德 签过最特别的东西 但现在成了总统当选人 拿不到本人亲签的 改拿春联也是不错选择 尤其总统府农年春联 据悉比往年都还抢手 因为今年首度现任的 新任的齐联名 一进民进党议员的服务处 指明就要总统春联 好在这祸已被好 支持者新满意足 另一头北市立委的办公室 同样热门 这应该也是台湾史上第一次 有两位总统印在春联上 那外国的官选团的朋友 没有看过春联 因为国外嘛 所以他们也希望说 有春联可以帮他们寄到他们国家 他们可以做一个收藏 而想拿菜带春联 除了绿营名代办公室 又问有机会 总统府还有行政院联合服务中心 也能领 只是说到热门春联 国民党的徐巧新 要说是因祸得福吗 跳脱传统红底 徐巧新用黄底当主色 一条龙带出金龙报喜 但黄色的春联 却惹来民俗首效争议 我们本来想说低调的度过 没想到这个塔绿班的宣传 让我们这个一夕之间爆红 这下特殊春联 瞬间成了抢手货 还加码印制黄包带 想要跟别人不一样 这一份可以 TVP的新闻 李国正清晃柔 台湾报道 来看这起诈骗案 竟然连房子也能诈骗 而且只给了一张身份证 银本竟然家产被过户 逃亡十年的通气犯 告诉亲朋好友 给身份证银本就能兑换餐券 到手之后 竟然是拿来制作假资料 并且找共犯 扮演委托人跟债权人 试图要过户房地产 蓝色外套男子骑着脚踏车 准备回家 才刚进到巷子里 旁边的外送员跟工人 全部动起来 四个人把他团团包围 车子也牵走 原来他们全都是刑警 马上把人压制在地 蹲在地上表情慌张 因为他是逃了十年的通气犯 甚至还是全台手综 骗房集团主席 只要一张身份证银本 就能把对方的房子得到手 三年来骗走六间房产 其中两间在桃源过户成功 价值超过四千万 而其他四间则因为 没钱缴证与税 无法过户 骗犯就拿着这些借款单据 跟本票到调节委员会去调解 但这些东西其实通通都是假的 他利用这些骗过公家机关的人员 说自己被欠下了大笔巨额 进而把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43岁的翁姓主席说 只要身份证银本 就能换免费餐券 没想到他却是拿着银本 制作假债权资料 跟调节委任书 这时再另外找来两名共犯 分别是因为托人跟债权人 假冒被害人欠款的状况 到调节委员会调解 只要调解成功 就会到地震事务所办理过户 他会先去了解他自己的同事 他的家庭背景 去了解说 他的家里面有名下房产等状况 然后再去骗取被害人 名下的身份证件 六名被害人还包含主贤的审慎 及同事父母亲得手后 原本想把房子卖了 但却因为被害人还住在里面 无法待看房 才改成抵押建款 借了六百万 这些钱全都拿去赌博 而被害人收到地级异动通知 才发现受害 现在只能靠着警方帮忙 先申请假扣押 但要把房子过户回来 恐怕还有漫漫长路 在全台各地到处锁定 被害人找共犯演戏骗走房产 43岁翁姓主贤终于落网 双手被上靠不发一语 他2013年遭到通气 涉及诈欺和未造文书 躲了整整十年四处打零工 疑似缺钱改做诈骗 没想到一片旧市上千万 但被害人也想问 房子怎么这么容易就能过户 一般来说受委托调解的人 必须要提供当事人的证件 以及本人的证件 调委会人员影印核对身份之后 才会发还 另外调解委托书一定要证本 也有明定 委托人要亲笔签名 最后调解结果书 要法院盖章之后才有效力 有其他调解委员透露 很有可能是调委会 没有遵照SOP 才会让嫌犯有漏洞可钻 有房众也分析 嫌犯可能还有其他的手段 骗取到相关的资料 诈骗手法一再翻新 民众可以怎么避免 不知不觉房产被过户 如果民众他有高额的房贷 可能还清之后 也不大需要去做涂销 那如果万一要去做涂销的话 因为一般而言 银行会先通知本人 可以达到一个把关的效果 另外身份证 硬件证明 以及土地权状等等 最好也分开摆放 别落入其他人的手中 避免辛苦买房 诈骗集团 却能不费力气 骗到手 TVBS新闻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